说了这么多 你又是汉服 又是跳舞 大家想不想看看 她穿上汉服以后 跳舞什么样啊 愿意吧 今天呢 魏倩倩为了让自己的面试 能够顺利且成功 为了让我们舞台更加精彩 她还特意邀请了两位 同袍来到我们的现场 为大家带来一段 精彩的汉服表演 掌声 欢迎 请不吝点赞 欢迎 请不吝点赞 欢迎 谢谢 倩倩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你的两位同袍吧 大家好 我叫姬依然 是一名诱师 大家好 我叫张海洋 我也是因为就是喜欢汉服嘛 就是认识了倩倩和很多汉服的同袍 那我问一下这位同袍 就是你外面穿的这个怎么称呼呢 这个叫做大袖衫 里面呢 赫子裙 那你们三位的头饰有什么讲究吗 他头上戴的 就是中间有一个关 然后上面的牡丹花 是因为比较有唐代的特色 所以我们今天 所有的头饰上面都有选择了 粘花的一个效果 粘花 还有就是你们眉宇间偏上一点 这个叫做花垫 它这个是红色的 过去应该是拿胭脂啊 去点的这么一个花垫 然后像我们俩的这种 其实是一种材料做的 是螺垫 就是贝壳 然后裁下来薄薄的一层 然后用胶贴在上面的 螺垫 真好看 真的他们在那一站 像不像 三花式女徒里面那样 你刚才跟我们小叶 在聊的时候也说 你的这些首饰 有的都是你自己加工的 你今天的头饰和首饰 有的是你自己做的吗 有有 同时我还带了一些 过来展示的 太好了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同时感谢两位同袍 到台下稍事休息 谢谢